每年的元旦指南工都会发放钱母纪念币 许多的信众为了领取 往往在发放前一个礼拜就前来排队 场场的人龙队伍景象微微壮观 主委庄秋安说 今年排队的人潮约有五万人左右 请大家放心 一定都能领到钱母纪念币 我竟然一孤会比往年比去年 大概还多了大概两成以上 因为目前刚刚我去看的时候 现在还没结束 应该人事都超过四万人 所以等到九点半结束 我想应该今年预估 应该超过五万人 但是我们这个纪念币房的财母 我们都准备足够 所以放心 大家免购人 你九点之前来一定会领到的 今年排在第一位的郑先生说 指南工的土地工相当灵验 所以连续三年都有来排队 领取钱母纪念币 很高兴今年能够排在第一位领取 连续三年 因为觉得指南工 土地工蛮宁艳的这样子 前几年是排都在后段 那个两百多号 他今年就是改变方式用抽签的 比较幸运就是抽到一号这样子 指南工的钱母纪念币 不只造型精致 有十分的灵验 县议员张志明表示 希望民众领完后 都能够赚钱发财 然后再来竹山消费游玩 呃 吉姆 吉姆 咦 这一年漂亮 每一年都有新的创意 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告诉我们 全世界最好 最赞的吉姆 最有凌争的吉姆 就是我们第三 赤南工 我们也希望说赤南工的吉姆 可以比较我们全天 好朋友 不但平安 还是什么大贪钱 贪钱的时候 不能忘记 来第三次投 来拜托你讲的我 也希望很多好朋友 来这三所有的好地方 来走一下 我们的赞礼 要来哦 议长何胜峰表示 竹山有许多的美食与美景 欢迎民众 到赤南工参拜后 也可以到竹山其他景点来旅游 品尝在地的优质农特产品 记者卢宜凯 竹山正采访报道